各位老铁大家好 现在是9月份的丹麦哥本哈根 蓝天白云之下 无处不在的博物馆 运河两岸的彩色房子 河中悠哉悠哉的流传 满街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当然还少不了丹麦最有名的金釉啤酒 Michelo中文叫美皮乐 想知道我在Michelo酒吧 喝到了什么有趣的金釉啤酒吗 那就躺平放松 再来一波一键三连 我这就给您慢慢喝来 晚餐以后 在海边的Ruffish Levin 这个港口工业区 摸黑乱走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抵达这个Michelo酒吧 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杰伟 他是我好朋友的儿子 他的哥哥叫汤 汤姆和杰伟你想到什么了吗 哈喽 大家好 从小我们是看他长大的哈 他能跟我们陪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到这儿来带我们到这儿来喝啤酒 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之前在这边上学 然后最近刚毕业 我点的是一杯皮尔森 i-school皮尔森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点的这杯是 Hub Shop的这个FTA哈 这个也非常的不错 觉得爸爸自己曾经有一家 私人的精酿酒厂非常的好喝 每年的时候我们找各种理由 去他们家喝酒 当时他酿的酒也是 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 嗯 肯定在也喝不到的 啊 喂你爹市区的酿酒厂 哈 Cheers 哎 刚才那个热情的老板送了 就送了一杯 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猜啊 它是啤酒蒸了过之后的牛妹 哦 哦 这是什么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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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特希拉 猜错了 但没有经过董城的烈酒啊 在味道上非常相似 你知道 威士忌的话 我就觉得有可能更多喝的像 日本的调和威士忌 我特别喜欢香 哦 那是很酷的选择 哈哈哈 这个酒吧里进来一批深圳客人啊 我估计他们看到他看墙上那个酒吧 我都看不明白了 对 它那个酒单其实写着很多名字 对 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口味也不知道啊 这边的酒都是可以先试 然后再买 它每一种酒基本上都可以拿一小杯 先试一下 你喜欢好喝 你觉得好喝你再往下点 第一轮皮尔森和IPA喝完之后 我们准备再来一轮重口味的过桶酸啤酒 那我们试一下一和五 好 No.1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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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是喝醋的 Yeah It is sour Yeah No.1 No.2 I think it's still sour for me Yes 我猜肯定是Burban butter 老板你试一下酸啤酒怎么喝法 Do this 1 No.5 1 No.5 1 No.5 先用舌头尖来尝一下 3秒之后 嗯 1 No.5 3秒之后再来一次 就会 哈哈哈 浓浓的酸味像一种醋的味道 还是醋 哈哈 我就不懒了啊 嗯 仍然来一下 不太喝口味 第6号是啤酒香槐 很专 真的 再試一下 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最大的亮点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嗯 它就用香槟方法酿制的啤酒 然后它的味道呢 有点像那个香槟那种 夏拗内葡萄的那种 酿出来的那种矿石的味道 啤酒的这种就麦芽的风味还是比较清晰 这个酒非常独特 对很special的用品 感觉它长着啤酒的外观 它可能味道更偏香槟一点 我在里面喝出了夏拙内的那种矿石的味道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香槟和啤酒那种结合物 很难表述啊 还真的不错 非常棒 Cheers 这里告诉我们 Michele就像吉普赛酒厂 它会在全世界各地开设自己的酒厂和酒吧 产生出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啤酒 而这里本来是Michele的酿酒厂 最近才改成了酒吧 而且他们家最畅销的依然是皮尔森啤酒 它的丹麦的这种酒吧 它的时间很细腻的 周一几点 周二几点 它每天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要减时间来 然后时间来得不巧的话 酒店麦就关门 比如我们今天酒店麦肯定关门 人家就跑路了 刚才那个美女跟我们讲了 15分钟以后我们要close的 好了 祝老铁们夏天快乐 Cheers